而放言民進黨520後的佈局 在前立法院長游錫坤請辭部分區之後 為了顧及派系平衡 當內讓政國會少主林加隆組閣的聲浪 也越來越高漲 對此賴清德的子弟兵立委林俊憲認為 新任隔魁不該有派系考量 而是要看能否應對嘲笑野大的局勢 在新竹場的感恩茶會上 賴清德口中的挑戰 正是未來嘲笑野大的局勢 而新任隔魁人選 現在最被看好的是總統府秘書長林加隆 我們現在的討論都不涉及到未來的這些人士 和林加隆同屬政國會派系的前立法院長游錫坤 請辭部分區後 綠營行政和立法的派系平衡限制瞬間解除 讓身為政國會少主的林加隆 阻隔呼聲高漲 那表示民進黨的人才積極 而且每個人都可以承擔這樣一個重責大任 但是呢最後到底在五月二十號 未來要由誰來組閣 然後呢未來有什麼樣的一個組閣方向 我相信所有都在未來的賴總統 各界平點將而來信德子弟兵立委林俊憲則認為 該優先考慮的不是派系而是政壇局勢 第一個不會有派系考量啦 賴總統要考量的就是 那你現在這個隔魁 你有沒有辦法去應付這樣的一個超小野大局面 龍年新內閣人士林佳龍是否將接掌隔魁大位 最快在三月就能見分手 記者林正知黃偉才台北報導 阿姨